什么订装造啊什么 我以前都造过 但是我觉得造了也不一定当选 不造的人 这个到底有些什么后果 我认为不重要 我还是要说 这个两个政党 已经提出来 他们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我在这边很诚心的 这个向他们提出建议 人民关心的不是订装造 是你对台湾未来的定向是什么 定向是什么 你到底把台湾要带到哪里 你给人民到底未来的愿景的 那个画面是什么 人民对这个比较有信心 如果我们的画面 而是人民是在那里 panic 在恐慌 执政的人不能够让人民安心 而希望要取代的人 又勾画不出来 一个更好的让人民的画景 这个才是我觉得人民真正这个 现在作文比赛谁都会做 作文比赛会做 现在这选举 如果我们还是在定位在 虚无缥缈的这些事情 拿出政策来 就像您这样的话 你每一次这个重大的问题 请这些候选人说 你会怎么办 我会怎么办 我们大家看看 谁的办法最符合人民的意思 而且不是只会假 而且还有业绩 比如我现在正要去申请一个工作 我的小孩子 他要去到老板那里去 他说把你的履历表拿来给我看看 你曾经做过什么 你遇到这些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你把你的经历合理的吗 不是啊 现在大家就讲的话 那就是勾画一个漂亮的愿景 没有用 你要拿出具体的东西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刚您讲的 不是总统副总统的定装照 是台湾未来的定位 主席 我们就直接顺着那话往下走 我们分执政党跟在野党来看 执政党的这一部分 那因为当然不是说定装照的问题 而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主帅都已经定了嘛 马云九总统跟蔡英文主席 副首是谁 对于整体在未来施政的帮助上面 或各方面 应该会有他一定的注意 所以说 肖副总统他是财经出身 那他说那我不搭了 而且他是自己先出来开记者会 说我不搭了 那如果说目前看起来 大家都讲说可能是马云配成型 您对于像这样的话 假设是执政党这一组 如果真的是马云配 而如果要是能够连任的话 对国内政坛来讲 尤其未来对民众来讲 您说要免于恐惧 恐惧 或者说要安心的这些 您觉得会有什么注意吗 马总统要选谁做他的搭配 搭配的这个 这是他的权利 也是他唯一最重要的责任和权利 我没有意思要去说什么话 但是至少有一些的说法 我是有一些疑问 比如说如果肖副总统 在过去这三年当中 对于重大的经济的政策 就像他在他们两位 在经济稿 在这个新闻稿上所说的 是这么正面的话 那么请问那为什么要换人 是吧 然后又说肖副总统的身体 是历年来都更好 身体也很好 又有这么贡献 为什么要换人 那么请问换人是什么 那你就都要讲 我还有一个人 比这个人还要更好 那你就讲讲 讲出一个道理 是不是 要讲这个道理来 所以我现在讲 他要这么责任 这是国民党和马总统的事情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 是这个两个政党 现在在挑副手之外 你要告诉别人 你这个整个的团队 你的到底的基本的信念和理念是什么 这就是回头你也要想问 不过我先跟你说了 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的这些做法信念 过去都说两岸最大的问题 这个两党最大的问题 是两岸 我今天也必须要说 其实是内政 其实是内政 今天两岸的 我们这个未来的选举当中 是怎么样让人民过得安心 是内政的问题 严格来讲起来 过去我们用两个字来形容 叫做信念 今天有华没有来 他喜欢讲军队的五大信念 那我们不要去讲一些老框框 或者是大家讲八股的话 这么信念 基本上就是你的施政的目标和定位到底是什么 现在很简单 如果您刚刚讲的经济 在过去这些年来 不管是民进党执政也好 这个国民党执政 如果大家都感觉得到 只有少数的大的财团 在数字上编造一些美丽愿景 但是人民很显然 感受不出来 我那天曾经跟你提过一个小故事 我跑到林口去打球 碰到一个caddy 你还记得吗 他告诉我说 他从20岁开始 他就在背杆子 背18个洞 他才能够赚20块钱 然后慢慢慢慢养家 然后结了婚 养了孩子 把他送进大学 还在吃他老妈了 他已经40年 他就回想 他当年在林口背的时候 那时候还有美军 还有一个电台在林口 他们最欢迎美国大兵来打球 为什么 美国大兵只要给他一块钱 一块美金 一块美金有40多块 他给他一块美金 他就等于背了两趟 你看那时候的差距 但是他能够有个愿景 他慢慢挤钱 然后在这边 这就是所谓庶民也好 小民也好 他能够晓得 只要慢慢慢慢累积 他就有未来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 是未来的 没有这个 所以我们讲的信念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不要讲主义 讲我们的政治的基本的方向 我们过去国民党讲三民主义 那现在我要讲 到底我们的均负和这些 基本的这些原则 到底我们有没有在坚守 你拿给我看看 现在越来越 离人民越来越远 主席今天如果你不喜欢张昭雄了 你会叫他出国 然后再跟他讲说 我不要你了 我要找别人吗 这样会不会有点失后到 你可以引是谁 我必须讲 我在认识张昭雄校长之前 我只是因为为了 我们的原住民的教育的问题 当时有储记的问题 你还记得吗 但是那时候 王永庆先生和张昭雄先生 两个人协助我们办长庚护校 我开始跟他有点接触认识 这十多年来 当我选他做我的工作伙伴 我们两个人搭配以来 大概在各组里面 到现在还是这么好的朋友 大概也很少 您去看看其他的所有各组 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 都处得不好 所以我必须要说 您应该要有一个 基本的礼貌和相关的 不要弄成这么样子的一个不愉快 我在讲了这个的时候 我倒跳开来 谈一个小的用人的原则问题 用人原则的问题 我提到三个用人的原则 一个是美国有一位大的企业家 叫做康乃基 康乃基 是钢铁大王 十二岁就从爱尔南移民到美国 但是他这一辈子命令好好的书 但是他却变成全世界的首富 在当年 为什么 发财 钢铁 他晚年把所有的财产 大部分捐出来做慈善和文化事业 他的墓碑上只刻了一行字 在这边安息的是一个 会用比他自己能干的人 为他来服务 他用多少博士 用多少比他自己能干的人 他自己没有练过高中 没有练过很完整的学校 但是他会用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位是蒋经国先生 我很尊敬的我的长官 大家都知道他是干男起家 你看宋世选先生 你看看潘振秋先生 王生将军 但是晚年蒋经国先生 当了行政院长之后 孙英玉玄先生 李国土先生 这个蒋艳士先生 没有一位是出身于淡男 也就是他的格局高了之后 他所网络的人才就更大了 这是第二位 第三个是历史的 唐太宗 他跟建成太子在斗 结果他杀了建成太子 当年建成太子在世的时候 魏征就说 要他建议他把唐太宗 把李世民干掉 结果他没有干掉 结果李世民执政之后 做了皇帝之后 还重用魏征 不仅是重用建成太子的文臣 他武将包括侯军级也好 李经也好 他才会形成贞观之治 所以这两位未来的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如果用人的格局 老是在自己圈圈里面去找人 然后又去提升 就是今天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是真正能干的人 而且就刚刚你讲了 你最先刚才讲了 你会用人 羊也会变成老虎 不会用人老虎也变成小猫 主席 我要起教了 我们现在看来都是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已经陷入到这样的一个 互相猜忌的这样的情况 民进党呢 民进党是真的搞不好吗 民进党目前现在是 蔡主席已经是唯一的 总统的候选人 那问题是谁是副手呢 我看昨天的报纸上 新闻在报道 我们的苏孙昌 行政长副政长 因为上台有人举个牌子 说你的时间够了 快说耍 他就很厉害 他就心里很不爽 其实老实说就是戒笛罢灰 我今天到底是不是副总统 还不晓得 我没有想让这个候选人 那么在总统中心上 好像不受尊重 所以你看整个民进党的 这样的一个 政部总统的一个组合 你所谓的用人哲学里面 你认为这样 苏孙昌跟蔡英文这些 可不可能合在一起 民进党应该提什么样的人 才适合整个台湾未来的 一个定向 曹青兄刚刚讲的 跟你提到的 关于国民党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一个原理原则 我刚刚讲 不只是要找副手 最重要是找一个team 严格讲起来 副总统是最不重要 它是备胎